愛唱歌的鳥 冬天到了 春天啊 春天到了 小鳥都跑出來唱歌了 它等不及要唱第一首歌 結果小鳥都在唱歌 然後這是一個 它唱得很難聽 然後它開始唱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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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然後她拿著身體 然後她就說 你唱得那麼難聽耶 然後她就吃 放一個 然後她就拿著書 一邊看 然後她就唱得 咕咕咕咕 然後她就覺得唱得不好聽 然後她就去 那個唱 然後她就 她就 又帶一次 然後唱得還是 人氣發酵 然後小鳥就倒下來 然後她就去上 音樂 導師的課 然後她就 一直講 可是她還是 唱得 亂七八糟 她還是 一直講 她還是 唱得亂七八糟 然後她還是 一直講 還是一直亂七八糟 結果被影響了 導師也唱得很難聽耶 然後她就說 對不起 我沒辦法教妳的 然後她就 開始沒辦法唱歌 決定不想唱歌 她就走了走了 然後她就 很生氣 然後她就 看著狗狗 然後看著喵喵 還有羊妹妹 還有鳥魚 她想 找到一個地方 沒唱歌 還有 企鵝 然後她就 可以到一個石頭上 休息 或者找樹根 找樹枝 做什麼 做花筒 做她的家 做她的家 然後她就 她就 自己一個人 住 然後 她就沒有 沒有人在這裡 然後她就 自己 唱歌 嘩嘩嘩 然後 結果她聽到了 然後 她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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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下面睡的時候 不小心被到船 被小心 被聽到她的音樂 被聽到她的音樂 她就被吵醒了 所以 她覺得她唱的 很好聽 所以 她跟她去 唱歌 什麼 就一起表演 她要 就一起表演 她要 就一起表演 然後 我們就 開始唱歌了 然後 我們就一起走 揮來